马路如虎口,政府一直致力提高民众对道路安全的行决意识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魏嘉祥指出 交通部推出的2022-2030年道路安全蓝图 放眼在8年内把道路意外死亡率减半 将我国打造成零公路意外死亡事故国家 魏嘉祥也透露 我国在2020年的道路死亡事故下降了25% 但是他认为这并非一项成就 因为当时五国正在实施行动管制令 车祸和死亡率理应更低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魏嘉祥 今天为2022-2030年道路安全蓝图 以及道路安全省决运动和2022年农历新年联合行动主持推介里 他透露全球道路死亡事故在2020年期间平均下降了20% 而我国的道路死亡事故则下降了25% 但部长认为这不是一项成就 因为我国自2020年3月18号起 就落实行动管制令 车祸和死亡率理应更低 外加祥指出 政府计划在道路安全蓝图之下加强宣导和执法 放眼在八年内把道路意外死亡率减半 将我国打造成零公路意外死亡事故的国家 此外部长提到道路安全省决运动和今年的农历新年联合行动 依然会注重教育与宣导执法防范以及监督与评估四项主要环节 农历新年执法行动也将动员2200名陆路交通局执法人员 全力降低交通意外和死亡事故